中石化看好内地疫情减退后 成品油需求会明显复苏 虽然上季经营现金流大减 但无需过分担心影响排斥 内地部分地方风控加强防疫 中石化同意对成品油需求有些影响 近期年油产能使用率稍为跌到八成半 但相信随着新增病例减少 成品油消费会逐步好转 而且根据过往经验反弹力度可能较大 所以初步仍然有进心 今年需求较去年会有增长 虽然油价急升和疫情阻碍物流 都令付存和资金占用增加 上季经营现金流按年减少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但会采取措施改善 相信不会很影响派发股息 获取一些低成本的贷款 公司全年会平衡好分红投资和债权债务的结构 不用过于担心对现金流的影响 虽然油价大幅上升 但由于负存收益减少 中石化预计今季年油业务 毛利率按年会跌 现在产油成本会统大约38.8美元 今年会控制好成本 相信上油成本会继续向下 上季液化天然气入口 受气价较高影响 亏损16亿元人民币 公司未来会减少采购现货 预计今季业务会好转 全年入口量就保持稳定 大行普遍看好中石化前景 例如税银预计H股股息率达到14厘 而且下半年考虑回购股份 相信长线值得买入 不过他们和摩根士丹利都提醒 高油价会蚕食练化业务的毛利 担心今季业绩会转弱 同时关注内地会否限制成本油价格 影响下油销售的盈利能力 无线电视黄文軒报道 民航局说 疫情影响出行的热肉 预料五一长假 民航旅客的运输量按年跌近八成 民航局说 受到疫情影响 三月份旅客运输量按年下跌近六成八 至到1540万人次 按目前的机票预订情况来看 预计五一假期期间 旅客运输量将会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预料民航运输旅客200万人次 日均大约40万人次 按年下跌七成七 民航局说 高度关注疫情形势和变化 及时调整航线、航班的安排 本港一个月策息结束五日的声势 港元策息个别发展 当中策息或欧案 即是H案的主要指标 一个月策息回落到0.207厘 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三个月策息 连升六日 到0.699厘 创近两年高位 业顾问说 随着疫情受控 近期写字楼租务活动有所回升 预计全年租金最多升半成 物业顾问重量联行 这个星期发表的报告指出 由于第五波疫情 上个月写字楼租赁交投活动淡静 整体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 轻微升到9.4% 不过他们说 这个月看楼的活动有所增加 主要以金融行业客户为主 根据差响物业股价处最新数据 2月甲级写字楼租金 较疫情刚刚开始时候的2020年同期 下跌近一成 重量联行认为 如果下半年疫情稳定 和经济活动复苏 预计今年写字楼的租金 最多会升半成 另一物业顾问来方就说 随着更多员工返回办公室工作 更多租户重新考虑租赢计划 会带动市场反弹 预计到年底 整体的租金会增长1%至3% 无线电视记者刘雅文报道 港股上升超过300点 重上2万点 恒指高开之后 早段最多上升340点 内地股市转弱 恒指下午的升幅 一度收窄到只有10点 收市部2万276点 升329点 港股通暂停下 成交减少至1,057亿 先前大跌之后 现在在2万点这个水平 应该有短期的支持 还有市场也都在观望着 下个星期 美国联储局议息完之后 是否同时间大幅加息半厘 再加上缩表 中资金融股反弹 中人受第一季的纯利倒退 股价仍然升1% 招行从超过一年低位反弹半成 是表现最好蓝筹 汇控4年跌之后会升1% 渣打上个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股价升1% 个别内需股回吐 白威亚泰 李宁和农夫山泉跌1% 比亚迪同广汽公布季后 股价分别升1%和5% 煤炭股公布业绩后受追捧 神华和中煤能源股价升8%和10% 憧憬内地基建建设加快 相关股份连日做好 海螺水泥升3% 以全日高位收市 中国中铁升至超过两年半高位 斯摩尔的控股股东计划大手减持 本港星期六开始禁售电子烟同家热烟 斯摩尔的股价下挫1.5% 福来特玻璃第一季小赚4.7% 股价仍然升6% 比亚迪电子上季业绩倒退 股价跌1% 无线电视记者保释不到 仲可由首季顺利按年增长超过一倍 赚343亿人民币 主要受惠于国际油价上升和销量增加 收入上升7.3% 去到超过900亿人民币 并宣布派特别股升 每股1.18港元 提搬期内 游戏销售收入增加7成 实现油价每桶是97.47美元 按年升6.5% 净产量上升9% 去到1.51亿桶油档量 由于工作量有所增加 期内的资本开支按年上升5% 本港上月外贸表现远差过市场预期 3月份出口 由升转跌 按年下跌8.9% 进口转跌6% 上月有营贸易逆差 进一步扩宽到373亿元 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9.1% 首届出口按年下跌2.9% 进口下跌1.8% 政府说 随着外部需求放门 以及内地和香港的跨境货流 在疫情之下受到干扰 加上高基数影响 令出口转为按年下跌 展望未来 犯人说 环球通胀高企和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加上地缘政局紧张 继续会影响到环球经济前景 为本港出口带来挑截 香港星期六开始禁止进口和售卖电子烟 电子烟生产商斯摩尔国际股价 一度下挫1.8% 今月30日开始 香港将禁止进口和售卖电子烟 和加热烟等另类吸烟产品 为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万元和监禁6个月 斯摩尔去年来自香港收益 按年增长4% 有超过37亿人民币 占总收益超过2成7 集团早前提到 将会调整运输安排 确保出口产品无需通过陆路 经香港转运 另外 斯摩尔可能被大股东 亿伟里能在一年内减持最多2.1亿股 如果减持交易成事 亿伟将不再控股股东 据报内房商恒大 争取在黄金周的10日之内 完成10亿人民币的销售任务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 恒大在星期二发放内部通知 提到为了推进加快复工复产 加强4月和黄金周的销售工作 规定由4月25日至5月4日 这10日期间的销售任务 是10亿元人民币 报道说 旗下总共28间公司 要分担10亿人民币的销售任务 不过各地区公司的承担金额有不同 内地智慧物流平台满邦 据报暂停在香港上市计划 路透引述消息报道 满邦原定计划 今年来香港集资10亿美元 但因应内地的网络安全监管部门调查 暂停上市计划 满邦和网信办都未有回应报道 第五波疫情期间 本港楼价指数跌到一年多以来的低位 二手市场不断出现减价涉养的成交 有测量师估计随着疫情缓和 类似的涉养个案将会减少 这个在南窗站的屋苑 位于港铁两线上盖 交通便利 不过仍然录得涉养个案 其实这里有一个成交都挺震惊的 实用面试大概是1300尺 实际它买入的时候 大概3100万左右 但是最后成交2800万 大概就涉养了一成 在3月1至10日 是有偏离大市 大概10%至15%都有 当时也有些风气移民急让 但是它要立即走 是因为它被逆去英国或者加拿大 半新楼频频出现蝎让 有测量师解释 和不少一手楼的购买方式有关 有一种叫做bundle sale bundle sale的意思是一种合拼的购买形式 譬如你要买多少个大单位 我才可以给一些小单位给你的 可能那是投资者的心态 可能大单位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或者反过去大单位是自住的 那些小单位不用要那么多个 它也会卖出来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于楼市前景 它认为随着疫情缓和 近期发售的新盘反应都比较理想 所以相信未来折让或者蝎让盘会减少 又说如果楼市回升 中小型单位会比大单位更快受惠 无线电视记者张婷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ylog 栏目标准备